台湾职业篮球大联盟也就是TPBL 今年夏天成立 在19号傍晚更举办了 2024到25赛季的开季记者会 联盟我们会走得跟文健一步一步的 等整个赛季开始以后 我相信你会看到一个全新的TPBL TPBL直篮一共集结了7支球队 如今联盟阵容终于公开 除了会长是立伪庄瑞雄 秘书长则由齐文俊出任 齐文俊拥有美国南加州大学硕士学历 更是NBA中国大陆策略及发展副总裁 TPBL在第一个赛季 我们也会花很多心思去培养我们的裁判 去做监督确保裁判是最高的标准 TPBL年度标语是All Eyes on Earth 这一次更创了先例首位专职裁判正式亮相 联盟希望专职裁判能够有长期的培训跟发展 也建立良好的沟通管道 要慢慢来因为有很多人受伤了 或者年纪比较大 所以我们也是要慢慢来 然后找到状态 包含林书豪在内不少球员都很期待 聚联盟也有新规章 针对球员身份定义 已经规划台湾的球员 只要在同一个球队效力满三年 就可以视为本土球员 像是台湾女婿布拉 也有机会以本土球员的身份出赛 台湾栏谈新篇章正式开启 球迷等待已久 终于等到 就看未来会有哪些发展 TVBS新闻牛手黄凯敬台北上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